今天到苗圃答應網友說要種了兩顆西瓜苗 這個苗圃買的西瓜苗 這個是他說不會長很大 但是它是紅肉的 所以我打算把它種在這個角落一顆 這個角落一顆 讓它往這邊往那個植床上爬 因為這個草莓實在是太過於多了 所以說我就稍微把它清兩個角落 以便種這個西瓜苗 那待會我就親自把西瓜苗種下去 然後再往後的日子 我們就來觀察這個西瓜苗它怎麼成長的 好那我現在開始來把它種植吧 自然循環達到永續 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達永魚菜共生 很高興在第二個禮拜跟大家見面 上個禮拜沒有拍片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並不是全職的這個魚菜共生農場的場主 那當然就是這個禮拜 答應之前有跟網友們 想說種個西瓜苗 那待會我會把我種西瓜苗的這個過程 有一個短短的視頻 展現給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看到我的標題非常的聳動 對不對 所有的那個空心菜都缺素了 那等一下呢 我就把整個過程 拍一段視頻 在第二段 讓大家知道怎麼回事 希望今天的視頻 大家能夠喜歡 那原來我之前有跟我網友談過 總如何種植這個苗 我有我的方法 像這個是一個那個 PVV水管 我就直接把它往這邊 這樣下去 往下壓 然後把裡面的這個 鍊屎把它挖出來 然後再來呢 就把這個西瓜苗放到這裡面去 因為跟我已經洗過 但是我沒有洗很乾淨 如果你洗很乾淨 它這個細細細的那個 那個細毛就容易被你洗掉 那洗掉 這個 西瓜就會長不好 有很多網友認為說 為什麼我這個 跟洗一洗 再種下去 就長不好 原因是你洗得太乾淨了 把它的細毛 全部都洗光光 所以它就會長不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鍊屎 往這裡面去 鋪 往這裡面去鋪 把它鋪進去 當然有挖一些下來 我們就把它鋪進去 讓這個 根部 能夠達到那個 吸收養分的那個深度 不要 不要弄得太淺 因為我這個裡面 全部都是蚯蚓 所以這個 很肥啊 這樣子抖一抖 好 這樣子我們就種了一顆 西瓜苗 好 是不是非常簡單 好 西瓜苗就進去了 好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另外一邊我也是 示範一次 也是這樣子往下 壓 因為我在這邊的 鍊石 是比較 欸 比較小的 比較小 好 把這鍊石這樣挖起來 挖到有水的地方 或者是說 它那個水的高度 一定要高到這個 根部的地方 然後再把它 稍微放著就可以了 再把這些 鍊石往裡面放 挖出來 鍊石往裡面 讓它固定 根部讓它固定 這非常簡單 也不會有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這樣子 斷一斷 動一動 好 這樣子一個西瓜苗 變種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待會呢 再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農場 這個禮拜的 這個蔬菜成長情形 是怎麼樣 好 這個呢 草莓 也是非常過分的長 我已經把它 清掉一些了 就是為了這兩個西瓜 那 現在呢 我的農場現在現況是什麼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 我的空心菜很大顆 這邊跟 這一區跟那一區 如果有 關心到我之前 視頻的朋友 發現這個位置變了 對不對 因為我上禮拜 找時間來洗一下床 那這一邊跟這一邊 本來是在這邊 我把它釣在這邊 本來 不是 應該是說 本來這兩邊都有 後面有種菜 對不對 後面菜我已經把它收掉了 所以說 我就把它一排的往後移去 那你會發現 我這個空心菜 不夠翠綠 對不對 黃黃的 那連後面那個也是一樣 雖然長勢 很漂亮 可是就是沒有翠綠感 你看這一區的 都慢慢都挺起來了 可是就是帶一點黃黃的 對不對 那這黃黃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兩個狀況 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 我把我的Page值 刻意降低 Page值過於過低了 現在我Page到4.5左右 4.5 4.4 4.3 為什麼會把它降這麼低 因為我們通常在 消化菌在運行的時候 最好是不要低於5.0 5.0的時候 Page值5.0 那我們的消化菌 本身它就會暫時停止運作了 甚至會死亡 因為消化菌沒有在工作 導致水體裡面的硝酸鹽很低 很低 甚至是沒有的 那阿摩尼亞它就會上升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在那邊做521的試劑 在檢測 發現我的阿摩尼亞有上升的跡象 那我的亞硝酸鹽呢 是持平的現象 那硝酸鹽幾乎是0 也就是說在消化菌在做硝酸鹽的轉換 幾乎是沒有功能的 那由此可見 我的Page值過低 會殺死 或者會讓我的這個硝酸那個 消化菌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那從哪裡看得出來呢 到底是我的水體裡面的 這個肥力不足還是缺少什麼 好 我給大家看一個實證 所以說因為我一定要很直觀的 讓大家看一下 原因在哪邊 大家看一下我戒指上面的空心菜 看到是不是很翠綠 一點缺素的感覺都沒有 你看我這邊的空心菜 都黃黃的 基本上我們缺鐵的 在我以前的視頻 有跟大家談過 那個植物如果缺鐵的話 大致上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 心葉的部分 泛黃 葉脈清晰 心葉泛黃 葉脈清晰 但是這個心葉泛黃 但葉脈不清晰 這個不會是缺鐵 這也是缺氮 它的肥力不足 導致它沒有辦法 正常的轉換到葉綠素 所以說這個缺氮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加強消化菌的功能 它才有辦法正正慢慢的回歸到正常 因為很多的那個 不知道是朋友們還是youtuber 他們都基本上都不會把他目前的狀況 實實牢牢的紀錄下來讓大家看到 我是不一樣 我是一定是用最直觀的方式 我會刻意營造出那樣子的環境 讓大家看植物缺什麼東西 會變什麼 那還有個對照 我這邊底下戒指床裡面 有養蚯蚓 那養蚯蚓的話 因為蚯蚓蚓蚓糞嘛 對不對 蚯蚓糞在這裡面提供了 蔬菜所需要的一些一切的養分 所以說在這邊的蔬菜 長得特別好 沒有任何缺數的狀況 如果我把這一個空心菜 移到我的直床板上面 完全是吃我現在目前 我的這個水中的水體裡面的養分的話 他一樣會變成黃色的 所以說水體裡面的養分 絕大部分的來源 並非只有我的這個蚯蚓 但是有很多的部分 是靠蚯蚓去幫助 但是很大部分的原因 還是透過消化菌 來做一些 把我們那些裡面的 雅硝酸鹽 轉換成植物所需的 所以說魚飼料 水體的配置 這些全部都會很有直接的關係 有關係的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這個 兩個比照給大家看 就知道了 對不對 因為裡面蚯蚓很多 因為蚯蚓的耐減度很高 他基本上他就在 6.0到7.0 甚至8 他都還可以接受的 他如果太低的話 他會跑掉 甚至如果裡面沒有食物的話 他也是會跑掉 但是這個地方 他沒有辦法跑掉 他就是只能在我這個空間 我也是有一些根 會腐爛的根 讓他吃 所以說你看我現在有一些根 什麼的 我都不會把它拿掉 都直接把它放在 埋在這個裡面 提供他一些養分 爛掉的葉子也可以 其實這些東西 讓他吃掉以後 轉化成我們水體裡面 所需要的養分 可是 因為大便多了嘛 對不對 雖然是 這個養分夠了 可是我們必須要 強化消化 這個過濾系統 因為畢竟 這個 他的糞便 非液狀的 他也是固狀的 只是非常細小而已 那因為待會 因為我現在還在放水 我現在放水 看看這個 水情況 怎麼樣 因為我今天在洗那個 滿了 我今天在洗那個 毛霜 毛刷 那洗完毛刷以後 我就把這個水 裡面的一些 髒東西把它排一下 排除一下 因為 有時候毛刷 對不對 他會卡東西在毛刷上面 那 因為前一陣子 我不是 有在把沉澱筒洗了 那因為這個毛刷洗的時間 次數比較少 大部分我都是清沉澱筒 因為沉澱筒基本上 我大概差不多是一兩個月吧 一兩個月就會吸一下而已 但是不會洗 大概把那些沉澱 很多的沉澱物 固體都把它吸走 然後再補充一點水分 然後再整個讓系統循環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裡面固體太多 他不但會讓你這個系統的水 酸性酸化非常的快速 另外他也可能會會形成那個 驗養菌 那對我們水體 都不是一件很好的東西 另外添加一點適當的水 在你的這個水體裡面 他能夠強化你的那個 酸性的 就是酸性的那種 應該叫做緩衝度 基本上你的讓你的水體會 比較容易 不應外力 不應這個 水體裡面一些菌 還有一些髒東西 酸化的特別快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 用量的水其實也是不多 大概都是三四百公升而已 就大概就是兩三個月這樣子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那最近那些網友都在問我 就是說 那我如果說今天我 這個 需要直傳 要在哪邊購買 原則上我現在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找到 方法去這個 郵寄給大家 也沒有廠商來找我 幫他們做一些宣傳 還是說幫他們做一些什麼的 因為畢竟我這個魚菜共生 我已經都拍了大概 將近快兩年了嘛 其實也將近這個時間也滿長的 當然我們這個魚菜共生的這個 朋友們 群眾是比較少的 但是因為他們 因為還沒有被推廣出去 那他的技術層面 仍舊是有了 我希望我在我的頻道 能夠就是比較 以正面的方式 來去幫助大家 來去快速的 或者是很快樂的 去進入魚菜共生的世界 那現在我這個空心菜 長成這樣子 對不對 那代表我的消化菌 減低 甚至幾乎快沒有了 好 那因為是這樣子的關係 那我必須要補充消化菌 或者是讓它自然生成 為什麼呢 因為消化菌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在任何的這個床臂啊 床板啊 甚至那個 出菜的根部啊 甚至我這個 戒指床裡面都有 那我因為有消化池 裡面的那個K1 可以讓我的消化菌 能夠在那邊寄居 那為了使這個消化菌 盡快要回到我 我希望要的水平 那我就會用一些 特別的方法 比如說消化粉啊 消化菌的一些東西 那讓它能夠快速的 回到正常的水平 那因為現在目前是缺素的狀態 我就不管它了 我到下個禮拜的時候 如果還是這個樣子的話 基本上我就會把這個 空性材給減掉 它不是不能吃 一樣是可以吃的 只是不綠而已 一樣可以吃 那再來等到我的消化菌 回到水平以後 再長出來的這個空心材 就是會非常的翠麗的 那希望大家能夠期待我 這一個月 這一兩個月的視頻 怎麼樣去把空心材救回來 怎麼換 其實這個也不算失敗 這是我自己 刻意用的 不幸大家可以看我去年的視頻 我去年的視頻 是長得非常的好 不是像這樣子 千萬不要誤會 這是我刻意把 撇子 因為我都不再管它了 然後就讓它繼續一直 下降 撇子一直下降 一直餵死 一直下降 讓大家看看 如果撇子降到某種程度 然後消化菌不存在的時候 沒有消化菌的時候 它的整個系統的情況 是什麼樣子 我這樣的重大的犧牲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訂閱 分享 轉發 我在 那個 新浪那邊好像也有 轉貼文章 只是 好像這個 用轉貼 YouTube上面的 連結 好像大家 在中國 的同胞 都沒有辦法看見 可能就自己要想 先想辦法 我實在是沒有什麼 沒有招 如果說在 中國的夥伴們 這個同胞 如果說有什麼需求 要連結 或者要什麼樣子的資料 能夠讓 那個中國那邊的朋友 同胞看得到 視頻的話 我辦得到 我就盡量協助大家 讓這個 雨塞公升能夠真正推廣到 所有的世界的各地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